Hello 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的激進熊 今次繼續打這個毒系導管 上次說到完全不夠毒系導管打 還有它有Mega的戰元榮源 嘗試一下,照教上次的打法就是岩石蜂 講一下它的速度 其實講一下它的速度應該夠它快的 這裡是導電飛鼠,我們可以用放電 對了,用戰元榮源也很合理 這裡我們就不要換寵 或者可以換的,我們可以換戰翠龍去頂一頂 好嗎? 可以的,OK,戰翠龍 吸收拳? OK,我們用雙刃頭鎚 破瓶死了,這裡打擊鬼用重疊 好,一半秒吧,很合理 這裡甲浩瓶他想進Mega進化,我們馬上換色的王 然後這裡我們用Mega進化 出能量球 這裡他出多龍 多龍就有點麻煩,不過沒關係 我們可以換打擊鬼 我們可以換打擊鬼 然後這裡用 導電飛鼠,可以嗎? 不行,大龍犬呢 大龍犬用特閘 沒有死 但他也刺死了自己 他還有什麼在後面 他還有一隻蟲名的蟲 蟲在後面 我記得 什麼 為你打開野生雙打箭 哦 心之輪片 教彈招式不必經歷這個敷彈過程 技能移除 真是忘記的人士 好,下一個 這個呢,這是什麼 原野區的遠野區 遠野區很老,但也十分有活力 你看過正輝他是我孫 又不是送東西給我的 都沒用的 這個就是 這個遠野區需要他牙才可以 推石還是怎樣 釣魚好 OK 這裡 我們先進去找個甲牙出來 等一下進去遠野區 海外修 這個呢,有什麼特別呢 院長的語言出現了問題 這個,這個是不是管主來的 先檢查一下 用大地的力量令人震奮 我大地之力啊 這是特攻來的 但是沒有充特攻 咦,那裡為什麼有個喬姨在這裡 我是原野區的護士 想教替身 咦,好啊 你們給了一個招技 非常好 這個呢 我們進去原野區看看有什麼精靈 咦,真是想不到在這裡撞到你 你打完了到底 真是很抱怨 不可以陪著你 但我從來不擔心你 我最近獲得了Mega環 所以我想接受一個考驗 馬上進來打 嘩,神經病 巨金怪 巨金怪在這裡死了 緊咬不放 緊咬不放 在這裡 地震死了 咦,還沒死 好 他用地震嗎 我們先用悼念飛鼠 啊,對 因為我用了緊咬不放 隨便 再咬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悼念飛鼠 可以打進去嗎 其實未必打進去 先放進去 嘩,嘩 剛剛值得一滴 剛剛 打擊鬼 黑雷武 有超雲力技 我們先來個重疊 我就知道他一定有什麼精神離人 然後再用間生 死死回生 這下200攻都來 應該 應該200攻 應該打死了吧 打死 因為我一滴血 這裡呢 如果他慢得過 或者他有水流噴射 就打死我了 我猜一定有水流噴射的 這些 對啦 因為這隻重 是必定會有的 色翅王 Mega進化能量球 好,他已經送我去死 爆音掛 我們繼續用能量球 這裡有機會一發殺的 有機會 或者可能都不行 差點 被人反殺 這裡突襲 突襲 突襲 又殺耐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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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有妖精技 又是Mega進化 我們先來個突襲 沒得選 會心一擊 月爆 等會戰脫龍 沒有了 已經完了 還可以 震氣彈 真的打不贏 不是吧 入完野區都要打這個敵敵 很辛苦 打這個敵敵都 唉 他一來是什麼 一來是巨金怪 巨金怪會用地震 我們先用大狼犬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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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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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這裡又放低,那真的不行啦,我的打法又不行啦 他加什麼來的?加速,加攻減防 他加什麼能力?252攻,他已經最高攻了 不如我們升一下先吧,我想level高一點應該夠打吧 順便走走右手邊這個地方有什麼走,鬼計 大狼犬開河,這個呢?其實是毒寶珠和火珠 對我來說沒什麼用,因為這兩個適用的特性 適用這個火珠和毒珠的異常狀態特性的精靈我一隻都沒有,所以沒得用 毒菇,挺好升啊,毒菇 這裡有什麼?毒菇剛才也是不應該出現的精靈 好,打這些去吧 啊,被罵 嘩 剛才有人錯過了,所以被人秒殺了 什麼事啊?避過鳥攻擊連避兩次?真還是假? 什麼打不死的? 暴世龜呢? 我們今集可能要換一換隻精靈,暴世龜可能要扔掉 因為暴世龜呢?速度太慢了 完全打不贏了,在那些...在那些...這些場合裡面 簡單不放 哎呀 暴電飛鼠,飛行 放電吧,不能選擇 回去撥血 這些經驗很重要啊 給我走很多冤枉的路啊 不用特意去升級 所以一定要先幫他們復活一下 然後去拿經驗 開錯技 浸水水跑 這個還沒打 這個就打了嗎? 這個呢? 有了 嘩,巨石丁 巨石丁啊? 特攻啊,要用 厲害吧 能量球 這個換蟲 打擊鬼 人生血擊 人生血擊 OK,又要回去 太高低了他的蟲 所以很容易做到我的傷害 一做到我的傷害我就想回去回血 尤其是士星王中了麻痺 中了麻痺 中了麻痺的蟲跟死亡沒有什麼分別 是激進和人面 對了 OK,這裡也要打 搞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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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剪除龍 剪除龍65了 剪除龍 剪除龍最高呢? 為什麼呢? 是不是因為他全部都最高 因為沒有運 因為我不會出都是剪除龍 飛葉風暴 有用啊 這招 我們不要守護 我們可以不要守護 除非到時有用先 這裡我們換隻 不用了,直接咬他吧 不要煩了 立刻被人搖了 導電飛鼠放電 OK 水流獵火 這招 緊壓不放 真空波是怎麼回事 走路組織真空波 OK 這些充全都不小 岩石蜂 OKOK 這裡的精靈呢 感覺上都 都是用不過的 感覺上 對 就不 不太有用的東西 這一堆 最後一隻不知道是什麼 可以撞起來 哦 貓遊兆 貓遊兆又不行了 最後一隻是貓遊兆 貓遊兆的屬性是普通系 所以其實他的打擊面雖然很趕 但是他就不是 他是 怎麼說呢 普通系的精靈 大多數都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 打擊面很趕 但是 可能他有什麼火啊 冰啊 雷啊 這些技能 但是那個技能一定不會很高 輸出 除非他用回自己的技能 就是普通系的技能 否則 就真的一般 沒有技術 空氣理人 然後用水流獵火 OK 這裡打完他 空氣理人 大爆炸 神經病 TM十八是什麼 十八是什麼 十八是 球魚 球魚沒什麼用 其實這裡呢 我想組水隊都不行 其實組水隊的話 我想在這遊戲裡面都很容易打 這裡要換重 嗯 戰翠龍吧 三個風暴 三個風暴 蠻石 好 可以了 這裡不足了 是 燈龍魚 燈龍魚這些都 不算是一個很強的戰力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 速度慢 比較適合是血盾 好 看看還有沒有東西打 有啊 左分為什麼要打這裡 OK 那這裡用空氣理人 之後用水流獵火打 左邊 咦 打不死了 OK 可以了 六十四呢 幫點 幫點 啊 大狼犬 大狼犬 六十二呢 大狼犬這麼低 為什麼大狼犬這麼低 為什麼大狼犬這麼低 這麼快 六十六呢 戰翠龍 有了到 六十六呢 不用打 水流獵火 水流獵火 不用管 打這些 街邊訓練家 其實不需要怎樣管 直接 不斷打 不斷打 她不動道館的管主 那些管主厲害很多 緊咬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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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用左機 緊咬不放 緊咬 要換衝了 不要記了 直龜沒有記了 扭嘴 有擋這隻 不是吧 避了這招 剛剛 毒死了 戰場,雙刃頭牆,扣了一百血 力量腰帶 先看看,我們帶打擊鬼的頭 雲爪,又是一些差事來的 拳呢? 好,完成了,這個不足了 雲爪這些都沒什麼好足的,這些精靈 因為之前那個地方有足 這個不是打租嗎? 打完這些訓練家都升了幾個level 看看會不會有很大分別 會不會打得贏他們呢? 就是這個道館呢? 我再看看有沒有訓練家還沒打 有啊,這裡一堆還沒打 還覺得升 恭喜你 升到68真的可以升嗎? 看看 哦,68已經是最盡了 對,68最盡了 充3 OK 那現在我們的精靈差多少? 差3還是4 其實如果不夠打,我們可以再去升那些 但我們都試一試 試一試看看是不是會打不贏 好,又回到這個道館前面 照夠吧 暴世龜擺頭 跟著這個 等一下 力量要帶 沒什麼帶 最主要都是帶文猶果 這裡 暴世龜擺頭 OK,來了 岩石風 岩石風 不夠快也是,但不要緊 小問題 我想看看他的性格 他性格 原來是加防減防 加防減攻 如果換了加攻 其實不就厲害很多 可以一想 可以一試一下 突襲 敏之叢我們再突襲 然後這裡是最快的 色力王 Mega 進化 電光石火 看看能不能打死 這裡 希望一下子可以打死 打不死 恩 怎麼這些仙制技可以用呢 應該沒有吧 其實這個很適合用氣化空間 這個位置很適合用氣化空間 因為真的打不贏他 大狼圈 我們暴世龜可不可以加重 快一點 看看 暴世龜260出 我這裡想想 我先試一試 幫他改性格 改造加攻 加攻減特攻 OK 然後我有一件事想測試 就是 我想試一下 用暴世龜 先用岩石打磨 對了 然後再用岩石封 如果這一下可以一下咬死 跌死他 那其實是好的 希望可以一下打死 嘩 差一點點 咦 我都還沒死 但是對面一定有仙制技 很多重物會有仙制 打他不死 這隻很可憐 他這裡被Mega進化都很麻煩 真的被他進化到一個小字版的話 我們會死亡 那浪費了我的岩石打磨 剛剛也不去 為什麼 一招來 又來敏哲蟲 這裡敏哲蟲 我們都不能走 一定要走 接著我們就用 有什麼可以用 大龍丸先 突襲 突襲完之後用 四翼王 這裡不夠快 這裡 暴細龜如果有招強一點的岩石技 就好很多 其實他 加了弓是ok的 或者可能等下集回來 我升完呢 一定好打好多 就是譬如 我的精靈全部 六十八呢 其實可能色翼王 有機會快得過 蟻哲蟲 或者那隻什麼引蛙 都不出奇 但是要先升個呢 好啦 那今集時間玩到這麼多 下集再見 激進紅拜拜 好 好 很累